Hello, Hello, 各位, 大家好, 歡迎大家進入Gretchen KM 精油世界的Fan Page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本書十大精油, 十支精油, 助你擁有成功心態 因為我之前和一個會員聊天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我沒有在我的Fan Page Live 做過一個分享 可能有英文, 有普通話, 但原來我從來沒有用過廣東話去分享過這本書 即防巴黎的旅程, 有很多朋友都問我, 其實當初如何建立 Young Living 現在有什麼成功的心得, 或者我其實想和大家說, 心態是決定命運的 等等, 我改了, 原來我寫錯了 所以很重要, 當你有一個對的心態, 其實你做的事情就會事半功倍 首先, 我在開始之前, 我先滴油, 讓更多人加入 我第一支油就是 Abundance 對啦 那麼, 查了 Abundance 這個我稍後也會說的, 就是 Related to Law of Attraction 那麼,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 Attract 到應該進來聽的人 那麼, 首先呢 好了, 首先呢 講一講解, 什麼是心態呢? 心態呢, 其實是一個信念, 是一個感覺 是一個 一種的態度 那麼, 其實呢 對的心態呢 那麼, 我們呢 做的事情呢 就, 剛才講的, 事半功倍 那麼, 原來呢 我們 95% 所做的事情呢 是基於我們的潛意識 我們的心態 那麼, 我們的心態 我們的信念 如果是搞得對的話 那麼, 我們的潛意識呢 其實就會跟著它去的 那麼, 所以, 其實呢 我們要好好利用我們這個 那麼小的一個腦袋裡面 其實是發揮很多很多的功效在裡面 那麼, 我又講一講我本書的小故事 那麼, 其實呢 我最初呢 2017年的8月呢 其實是獲邀 Young Living 就是去做一個分享 就是講這個十支精油 那麼, 我就在想 啊, 其實 怎麼可以很簡單去寄那十支精油呢 那麼, 我就用了A to J 去代表那十支精油 那麼, 待會呢 也會跟大家去講解的 那麼, 然後呢 那麼, 我呢 就2018年的年頭 那麼, 我就去了一個 就是Event 就是Event 是一個Personal Growth的Event 那麼, 當時呢 其實, 我就 就 得色 抑鬱病 其實是 接下來呢 在下一年 2020年呢 是 在死亡的 就是Reason 是排第二的了 那麼, 所以 而2030年呢 到了2030年呢 到2030年呢 抑鬱症呢 其實已經排榜首了 那個死亡的 那個 主要原因 那麼, 所以呢 在這裡 我突然之間很想 將我以往所學過的東西呢 是 很容易地分享給大家 那麼, 除了用Facebook Live之外呢 那麼, 我就 覺得寫書是 就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一個很容易 帶給更多人的資訊 精緻的心態的資訊 那麼, 所以 我就是 有一個這樣的 應許給自己 那麼, 那時候呢 我記得是 大概是 三四月的時候 那麼, 我就回到家 就很用心地 就入了 就馬上開始寫我本書 那麼, 結果用了差不多一個月 兩個月左右 因為 其實是想趕著 在YUNLIVING那個年會那裡出 那麼, 所以變了 就 馬上就 就 漏夜 幾乎 就是 日日在那裡不停地坐 不停地打 不停地打字 那麼, 接著呢 結果就寫好本書 那麼, 首先呢 就寫了本英文書 那麼, 寫完之後呢 然後就 之後就找人譯了中文 有中文的繁體 和簡體字的 那麼, 因為我知道呢 我這個項目 其實都有很多的 KL 就是馬來西亞的人 那麼, 希望 就是 都 他們都可以看到 就是簡體字 還有 大陸的朋友 都可以看到 這樣 那麼, 所以呢 就寫了這本書 那麼, 好了 其實呢 我也有看 有一本書 就是 講心態的 就是 史丹佛的一個教授 叫做 Carroll Dweck 寫了一本書 叫做 Mindset 那麼, 原來呢 其實 一個人呢 是有分 固定的心態 和成長的心態 有什麼 驅使了 他繼續去做呢 那麼, 其實呢 一個固定心態的人 其實他覺得 一個人 大家 wenn自己擅長 要不擅長 是不會變的 等於, 他出生大陸就是這麼擅長的了 那麼 怎麼改變都 改變不了 還有呢 他覺得 即是 有困難的時候 他就會逃避 然後呢 遇到一些 阻力 很容易就放棄 而且他覺得 看別人成功的時候 他覺得他很幸運 他看不到別人的努力 而且別人跟他給了意見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你在這裏批評我 然後就不理會別人的意見 然後最重要的是 他看到別人成功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大威脅很害怕 但相反 成長心態的人就很不同 他覺得智慧是可以發展 是可以開展的 還有 這些人是很不停地增值自己 不停地去學習 很喜歡接受挑戰 而且他看到一些挑戰 一些阻力 他會堅持 還有他會想到很多創意的想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 還有 有些人跟他給了意見的時候 他很欣然 他很開心 他覺得 別人是在給他一些很好的想法 去改變自己 令自己改變 而且他看到別人的成功 他不會覺得害怕 他會覺得 他真的很成功 我要學一下他如何成功 所以 一個固定的心態和成長的心態 是很大分別的 你願不願意去學習 怎樣去做一個有成長的心態的人 或者你已經是一個成長的心態 你去幫助你身邊的人 或者甚至乎是你的伴侶 或者是你的小朋友 或者是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的夥伴 去成為一個有成長的心態的人 這個是很值得去想的 那好了 第一支的油 我十個精油裡面 第一支油就是Abundance 對不對 Abundance 這支油 剛才說的 其實是很多時候 就是會連到吸引力法則的 那有些人就會覺得 吸引力法則 好像一些很虛無飄渺的東西 或者是很圓的東西 甚至乎是很飄渺的東西 那其實我想告訴你 我經常都會跟地心吸力打個比喻 地心吸力是一個不知什麼的力量 去吸引一些東西去地的中心 但是 Law of Attraction 吸引你法則 就是一些相同的東西 你要記住 所以我們是想任何的東西 如果我們是經常想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就會發生的了 所以呢 我們經常要想一些正面的東西 我們有朋友 也有試過 就是 用這個Abundance的油 其實 越用越碎 那其實呢 可能那個人 是一個 本身是一個很負面的人 那所以呢 他自己 越用 就越吸引一些不好的東西 還有另外一件事 Abundance 其實是封聖 有很多時候 那些人 就會覺得 封聖 是代表金錢上面的封聖 但是其實你要記住 封聖 除了金錢上面的封聖 還有很多時候是家人 或者是愛 或者是事業 或者是任何的東西都可以的 就是有很多的 有錢的人 未必是開心 但是呢 一個豐盛的人 一定是很開心的 我們Young Living 其實呢 一個信念 或者一個 mission statement 其實呢 其中一個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希望呢 將 Young Living 帶到全球的每一家每一戶 帶給他們一個豐盛 一個健康 一個有目標的生命 的一個Life 那所以呢 其實這件事都很重要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有時候呢 當我們呢 將我們的注意力 我們的 focus 是 focus 下去一個 就是 一個地方 一個 就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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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的時候呢 其實呢 你很多時候 往往呢 就會忽略身邊 應該 其他 的東西 所以呢 如果呢 你 focus 對那個信念 focus 對那個東西 的時候呢 你旁邊 負面的東西 其實你看不到的 那 但是呢 如果你調轉 你只 focus 一些負面的東西 那 但是呢 身邊的機會 身邊的一些 正面 positive 的機會 你很多時候呢 就會消失 那所以呢 其實我呢 就想去 和大家分享 這一段 片 那 就是 講 Monkey Business 你看到大猩猩呢 那 有些人呢 沒看過的話呢 都會聽過 就是 可能很多都是 看不到大猩猩 但是 有些呢 你知道了 有個大猩猩呢 但是 你看不見到 那個 那個簾 是轉了色 還有一個人 其實呢 是離開了 我們再看一次 是的 那所以呢 當你知道 是有個 Gorilla 那個大猩猩的時候呢 可能呢 都會 miss了其他的 一些 opportunities 的機會 的 好了 那 第二支油 就是 Be for Believe Believe 這支油呢 我自己很喜歡用 我自己呢 就 每一天呢 我會滴在頭殼頂 然後呢 就 一直想 就是 想著 自己是 很 很留意自己 以及 要相信自己的 本事 相信自己的 能力 以及 很小心自己去說的 那 其實呢 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語言的力量 是很 不同的 因為呢 其實呢 往往呢 有時候呢 要很小心呢 怎樣用一些詞彙呢 去形容自己 或者是 形容中 我們的 就是 所有的 就是 做的事情 那 大家要記住 如果呢 我們呢 經常跟自己說 啊 我要犧牲 去做 年生的事業 那你每一次做 年生的事業 你會不會覺得 真的 好像很負面 很不開心 但其實相反 如果你是 用 用 選擇 啊 我選擇 啊 我 跟我家人 的時間 少些 去 換取我 將來 Young Living 得到的東西 那這一點 令到呢 你自己 是 會開心很多 還有呢 有時候呢 就是 最近 就是 有個 洪水 我們洪水 香港的命脈 是不是 過海的時候 通常都會走洪水 那有時候 就是我聽到有些人 哎呀 好像 沒了洪水 就是 世界末日 這樣 覺得很麻煩 但是其實 換一個角度 不如你想一下 其實洪水沒有了 是有點不方便 但是我們可以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搭 地鐵 即港鐵 或者是 去搭 天星小輪 甚至乎 我們去安排一些的節目 是 如果你住九龍的話 你可以 Stay 在九龍 或者是 去一下新界 或者 如果你Stay 在香港的時候 你可以安排一些節目 住在香港 甚至乎 去遠一點 去一下南區 那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自己 其實 個人就會 開心一點 還有呢 我告訴你 當你 做事 開心的時候 你做事的時候 都會順一點 還有呢 就是 那些 做的時候 就不會出這麼多錯 所以 變成 語言的力量 是很重要的 接下來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短片 是我的 偶像 Anthony Robbins 他 就 分享 說話的重要性 來 對 應該 吧 好 等一下 我 另外有一本書叫做水資道答案 是一個日本的教授出的 他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拿了一些水 將它冰凍結冰 我們結冰的時候 他們就留意到 有一些不同的形狀的結晶體 他首先將一些水 說一些很正面的說話 然後他就放進冰箱裡冰它 另外一批水 他就將它說一些很負面的說話 好像是蠢材 或者是一些負面的說話 然後又冰了它 他就發現原來 說一些很聽的說話的水 那些結晶體是很漂亮的 然後說一些負面的說話的時候 他就看到那些結晶體 全部都是很肉酸的 所以他們發現 其實我們人體是有70%的水分在裡面 所以當我們跟自己說話的時候 我們要不停地說很多很正面的說話 這樣我們其實就會有很大的影響 相反地 如果我們 譬如說 我有聽過很多媽媽 每一天都是說自己的小朋友 即是沒有用 或者是很蠢 你這樣做 你以後都會 就是 讀不成書 聽黑米 那些 的說話 其實我們要很小心去說 千萬不要說這些說話 因為其實原來 在美國 Alcatraz 有一個監獄裡面 做過一個實質調查 他那些的 監獄的人 那些犯人 其實有一大部分 是小時候 他的爸爸媽媽 是不停地說他們會坐牢的 所以 是不是很恐怖 我們真的要很小心 跟自己說話 或者是跟我們身邊的人說話 那好吧 第三支的精油 就是 C for Change 就是Transformation 這支精油 就是我當時 去完 Silver Retreat 的時候 用的一支精油 回來之後 我每一天都是滴在頭殼頂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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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第二個月 那當然 我配合自己 不停地很努力 去做 分享 去簽人 那我第二個月 我就做了Platino 所以 不知道關不關事 當然是加上自己的努力 的成果 那好了 其實有很多的事情 發生了 其實只有兩件事可以做 一是改變情況 第二件事 就是改變我們自己 改變我們自己的想法 很多時候 改變別人 就是改變那個情況 或者改變別人 是很困難的 但是改變自己 是很容易 因為你自己控制到 所以 當你是去 做了一個決定 去改變自己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覺 很多時候 旁邊的事情 自然就會改變 Garry Young 我想引用 Garry Young 其中一個很著名的 一個quote 就是說 如果你不是生活在舒適區 你的comfort zone 的邊緣的話 你就佔用太多空間 它的意思就是 要不停地處於我們的舒適區 不停地擴大我們的舒適區 因為 如果我們太舒服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是在增長 我們不是在成長 我們只需要不停地去擴大 當我們學會每一種新的東西 一定是不舒服 一定是覺得 不太順 所以 其實 當你在不懂的時候 不停地做 不停地練習的時候 當你練習多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越來越順暢 所以 你變成 你就變成舒適 慢慢擴大 就是這樣 另外 就是 我們 中國 一個中國人 李小龍 他一個名句 就是 我們要 好像水一樣 這麼柔軟 這麼靈活 去改變自己 來應付對手 應付對手 其實就是 我們未來的自己 其實 我們 要不停地 像水一樣 水 遇到熱的時候 就會變成蒸氣 遇到壓力的時候 又變成另一種東西 然後 遇到冷的東西 又是一種壓力 又變成冰 其實 我們要 像水一樣 水 倒入花瓶 它變成花瓶 水 倒入一個 杯 又變成一個杯 所以 其實 當我們遇到任何的情況 遇到任何的困難 我們 如何去發揮我們的想像力 或者發揮我們的創造力 去改變自己 變成 去 令到那件事適合 其實 都是一個 學問 都是一個 哲學 還有 我老公 的偶長 輝達拿 一個網球手 輝達拿 他去到一個高位的時候 其實曾經沉寂了 但是 當他 摘起自己 他發覺 他真的要 是 不停地進步 因為他發現 當他保持現狀的時候 其他的人就會超越他 他就是倒退 所以 我想分享 他一個 就是 短片 所以 我想分享 他一個 的 是 非常 很 有 感谢观看 所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阿费特拿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拥有成长心态的人 不停超越自己 这个才是真正正正正确的心态 千万不要去想其他人 因为其他人往往会令你很大压力 但其实比较是应该和自己比较 和旧有的自己有什么方法可以令自己更加进步 第四支油 D for dream 这支油叫做build your dream 香港刚刚有这支精油 我又引用周星驰在少林足球的一个名句 就是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一条咸鱼有什么分别 其实这些情绪或者心态的一些精油 我自己很喜欢用纹的方法 滴下去的手掌 我喜欢塗在后尾枕上 或者塗在头顶的顶轮上 然后反正这支手是有气味的 有精油 那我就放在鼻子上 深呼吸闻一下 其实是一个最快的方法 是将精油的分子 带入我们的脑子 好了 其实我们经常说要设定目标 去做那件事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提示 如何可以将这一件事 变成一个事半功倍的事情 大家想不想知道呢 当然想吧 其实原来我们潜意识的由上角 是我们将来的一些梦想 大家有没有听过梦想图呢 Vision Board 其实就是将你所有想要的东西 想达到的东西 想变成一些人 你就沾到这个Vision Board 然后呢 你就放在你经常看到 或者你经常在的地方 右上角 就好像有些人是上班的 经常对着电脑 那你就可以将那一件事 就放在你的油上角 那个电脑的油上角 甚至乎呢 其实我教你 你可以在你的脑海里 Imagine 譬如说你想成为Diamond 那你就Imagine 你自己已经成为一个鑽石级的领袖 你在想当时的情况是怎样 然后身边周围的人是怎样 听到的声音是怎样 你的感觉是怎样 你做的事 你就会事半功倍 因为你的潜意识是带动你的行为 你所做的事 你就会觉得 好似感觉上很轻易 但其实呢 因为你训练好你的潜意识 以及你在做你自己想去做的事 就很不同了 那跟着呢 第五支精油呢 就是E for Energy 那就是我们有一支精油在美国买的 那就是Energy 那 那 这支精油呢 其实根据一个的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一个article 其实是 在说 我们呢 不是不够时间 我们只不过是不够能量的 原来呢 我们的能量分了四个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体格 我们的Physical Energy 那当我们的体格是健康的时候呢 那我们是否做事 或者是精神的时候 我们做事是否做得快些 那时间呢 是否可以掌握得好些 变成了呢 你很快做完的时候 你时间是否剩下多些 那就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有些人呢 是 一 我们大家一天都是有24小时 为什么有些人是做得特别快 但是 特别多东西 为什么有些人呢 是没有什么做 但是都好像很忙 那样 那就是这样的 那其实我们的Young Living 有很多的精油 或者是一些supplement 保健产品 是可以呢 就是帮助到我们的体格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 情绪上面的健康 那情绪我再讲了 好了 那第二件事就是情绪了 第二个Energy 当我们的情绪呢 是好的时候呢 我们变成了 做事是不是快些呢 就是我们开心的时候 做事往往就是快些的嘛 那接着呢 就会剩下很多时间用了 那接着第三个Energy呢 就是 我还没说完 我们的 就是Young Living 腹方的精油呢 其实是很出名的 是管理我们的情绪 还有呢 我们呢 最近经常推的 就是Feelings Kit 我们 G Power精油世界的 那个佐敦的Studio 其实每一个星期 每一个月呢 都会有一些的meditation 是和大家 就是去利用Feelings Kit 是帮助我们去release一些负面的情绪 还有刚刚十二月推出的 一套的十金 十星油 那个的圣经精油套 套装呢 的Oils 的精油呢 其实是正正都是可以呢 帮助到我们去管理我们的情绪的 那所以呢 当我们的情绪是管理得好的时候呢 我们做的事呢 就会事半功倍了 就会快速一点了 Hello Cammie 那好了 那第三个呢 就是精神了 其实就是我们的focus 当我们呢 专注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往往是否做事快一点 是否做完的事呢 就会 就剩下很多时间值 所以呢 这一样东西呢 就是都是很重要的 那第四样东西呢 就是心灵上面那个spiritual 就是我们整天呢 说的why 呢 为什么你要做那样东西呢 当你找到 你为什么要做那样东西呢 你自然呢 就会做到的了 你多忙呢 你都会找到时间去做 甚至乎呢 你是由那个力量呢 是做到的 有没有听过一个的新闻呢 有一个小朋友呢 是被车押住了 那妈妈呢 是弱质千千的妈妈 是突然之间 有力呢 是抬起了整架车 令到呢 那个 那个 小朋友呢 是逃脱了 那 叫那个妈妈呢 再去抬那辆车呢 她已经抬不了了 但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 其实呢 往往是我们的潜意识呢 激发了我们内女的潜能 其实我们呢 的潜能呢 是 是 是无限地 可以开发的 当我们的潜意识呢 搞定好 我们的人的信念 我们的心态 我们呢 其实做到的事呢 是 我们会想不到 那么多的 那 所以这一样东西 我们要留意了 好了 第四个呢 支精油呢 就是forgiveness 这支精油呢 在香港呢 有得单方买 另外呢 都是feelings kit 都可以找到的 那因为呢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 困扰我们呢 可能是 我们原谅不了别人 甚至乎呢 是原谅不了自己 南非黑人民权领袖呢 兼南非总统 曼德拉呢 曾经有 被人 囚禁在一个 监狱里面 那跟着呢 他释放 被释放的时候呢 他竟然呢 是和肉粹呢 做了朋友呢 那他曾经说过 其实呢 宽恕呢 是可以呢 释放我们的灵魂 释放我们的自己 它可以呢 消除恐惧 和憎恨 不是 sorry 和憎恨呢 就好像呢 自己为自己吃毒药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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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呢 你憎恨的人呢 是去死的 那其实呢 你憎恨的人呢 他未必知道的 和你不会 你不会伤害到别人 但是呢 你憎恨的人呢 你是会伤害到自己 所以呢 经常说 我们憎恨呢 是会伤肝 我们很多时候呢 一些的 憎恨的情绪呢 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肝状 所以呢 这一支精油呢 我自己很喜欢呢 就是塗在我们的肝那里 但是呢 我们的肝在哪里呢 我们的肝在我们的 这个胸骨的下面 一个三角形的位置 我们呢 就可以塗在那里 这个位置呢 是去帮助我们 就是 释放我们 宽恕我们 就是 这个情绪 或者呢 其实呢 如果有用 开心感器的人呢 他们呢 是会塗在我们的 navel 那里 就是肚瓷下面的位置 那其实呢 都是一个chakra 的位置来的 是代表一个self worth 代表我们的一个自我价值的 那有很多时候呢 刚才说的 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呢 发现呢 做错了事呢 就是 原谅不了自己 所以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往往是因为这样呢 而 带了一些负面的情绪 走进去我们的身体 而我们的负面的情绪呢 往往呢 是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那个的 健康的状况 所以这一样东西呢 其实我们都要留意 我们真的要去 宽恕自己 宽恕别人 那我们呢 就会去到 另外一个level了 可以 那接着呢 下一支精油呢 就是gratitude 就是感恩 这一支精油呢 我自己呢 就很喜欢呢 塗在 我的心轮 我的心臟的位置 那呢 你如果不方便 塗在里面呢 其实你自己呢 塗在 衣服的外面都可以的 因为呢 我们的 七轮呢 的位置呢 其实呢 是有我们的气场 我们的气场呢 其实呢 每个人呢 都有不同的 就是深度 有些呢 就是很贴心的 身体呢 有些可能呢 是很粗 都有的 所以呢 我们塗 White Angelica的时候 有没有留意呢 我们是塗我们的气场的 所以呢 就是gratitude 我自己很喜欢 塗我们的心理 因为我们要用心去感恩 我们要留意 我们身边的每一样东西的事物 还有呢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 其实我们的心灵 每一样东西的事物 发生呢 其实是有一个reason的 有一个原因的 有一个原因的 那往往呢 其实有很多的 就是 成功的人呢 但是呢 它们却忽略了 它 以前的失败啊 或者跌倒的东西 那很想呢 就是大家呢 当你遇到一些 生命中的 一些困境的时候 你去尝试 想想 有些什么方面 是值得你感恩 当你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时候呢 其实 我告诉你 是很难的 我自己也未必做到 但是 当你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那呢 你就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level的了 那还有呢 你当你是做到这一样东西呢 你 那个困境 那个challenge呢 就会可以帮你更加强壮 和呢 是有成长 那我很想呢 和大家分享呢 其实有很多的 一些的成功的人士 他们曾经经历的失败 你不要以为 成功的人呢 是一定是顺风顺水 我告诉你 越成功的人 是越多的失败 越多的挫折 只不过呢 可能呢 他 人家觉得是挫折的东西 他不觉得是什么的挫折 他从中去找到方法去绕过 去跨过他的困境 然后永不放弃 那他才是成功 那所谓的我们中国人呢 有一个 就是很大的 就是 就是 这个 就是 失败 乃成功之母 对吧 所以呢 这个 句呢 其实是很 就是很 振奋我们的 就是很鼓励大家 那我想说 其实 我选择几个名人 那 其实呢 想告诉你 就是 Albert Einstein 是不是 在爱因斯坦 他是一个法明家 但是我想告诉你 他四岁才懂得说话 还有呢 他是呢 那个老师呢 跟他的妈妈说呢 他这个小朋友是有问题的 还有呢 他 就是 就是 就是比较遲 就是 Slow Learner 还有他有ADHD 那样的问题 但是 他 差点呢 是被 踢出 学校 所以呢 他 就是这一件事 大家要留意 其实 往往是 他 有一些的经历 他才是成功 那 那 说一下 Harry Potter的作者 Harry Potter的作者呢 其实呢 他 出这本书的时候 是被12个出版社 是reject了的 但是呢 终于有一个出版社 帮他出了他本书 然后大买 哇 基本上是想都想不到 我想说呢 香港的案例 有听过容祖宜 容祖宜那时候呢 另外那个 Paco 是不是 他说 就是 见过Paco Paco 是直接 是没有 就是 簽他 那后来呢 是容祖宜 簽了另外一间 的唱片公司 英网 那才 哇 立即 就是 大 就是 發光發亮 所以 這件事情呢 其實真的要 就是 留意了 其實 當你遇到一些困難 一些挫折 或者甚至乎是 你去跟別人說 做 Young Living 的时候 那究竟 你是 如何去 反映 呢 人家说 No 的时候 是不是 真的 永远的No 呢 還是 暫時的No 呢 我告訴你 其實是暫時的No 而已 因為呢 在我做 Young Living 的旅程 的時候 其實 有 很多人 都 拒絕過我 但是 只不過是 我 當時的心態 就是 他當時還沒有準備好 那 到我 到他準備好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找回我 那 所以這件事情 很重要 就是 其實我們要記住 在 Young Living 的世界 直銷的世界 relationship 很重要 那 當你呢 就是 管理好 你跟那個朋友之間的relationship 那 他自然呢 就會找回你 因為呢 還有呢 relationship 都是等於trust 為什麼你那個 Member 是會 去 信任你 去介紹他的朋友給你呢 我們要記住 Network Marketing 是靠 Network 是靠 朋友的朋友 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等等 所以呢 我們自己 未必認識好 那麼多人的時候 我們 簽了一個 會員回來 我們可以呢 是去 幫助他 去介紹 Young Living 給他的朋友 那當你跟這個 Member 是有建立了好的關係的時候 那 他自然呢 去 信任你 自然呢 就會介紹 他身邊的東西給你 然後呢 他 自然呢 就會去 通過 Yung Living 去 通過你那個 會員去 Yung Living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 我都想跟大家分享 阿馬雲 馬雲 其實呢 他都很多次的失敗 才有今天的成績 所以呢 帶到下一支精油呢 就是 H for Humility 就是 H for Humility 要謙卑 因為呢 其實呢 當我們的位置 放到越高的時候 我們呢 其實是越大的責任 那 越大的責任 因為呢 有很多時候呢 我們是 要 聽到 哎呀 沒有聲音嗎 那 我們 遲些再補回那些 那些 那些 video 那 那 這個呢 就是 嗯 我說話有沒有聲音嗎 應該有的 是不是 OK 那 好了 這支精油呢 我們要記住 我們要輕卑 因為呢 其實 我們 越高的位置 我們其實呢 是 越大責任 因為身邊有很多人 看著我們怎麼做 我們其實是身邊的人 一個榜樣 對吧 那 還有呢 其實我們 更加要有一個謙卑的心 因為呢 其實我們 不可能呢 是 去 認識到 所有的東西 甚至 Garry Young Garry Young 是一個 懂得精油 這麼多經驗的人 他經常都 自己說 他 是 還有很多事情 是不知道的 那 人類 其實現在 很多的事情 我們 人類都自己 不知道 對吧 何況 我們已經 就是 我們一個人類 是很卑微 那我想 舉個例子 就是 很久很久之前 行旅的時候 對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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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人呢 就是 很害怕啊 以為 就開始做一些神神怪怪的事情 以為是 雷工 就是 有 就是 出事啊 或者是 就是 可能是 雷工發生 那樣 但是呢 過了很多年後 當 我們的科技 發達的時候 那 那 人類就開始知道 原來這個 只不過是 一個天然現象的事情 那 現在呢 越來越多的 就是 科技 是發現 我們的 能力 其實是可以互相 去感染的 我們呢 其實呢 我們的 positive 能力 是可以 影響大家 所以呢 當 我們 沒有辦法去改變這個 就是 世界的時候 我們 嘗試改變自己 然後 從我們的 改變 去影響大家 那 也是 要有 謙卑的 心 我們才可以 知道 體會到 我們自己的不足 去不停地 增值大家 那 其實 不停地 那 需要 不停地去學習 不停地去看書 正所謂的英文 有一句叫做 leaders are readers 所以呢 帶出下一支的精油 就是 I for inspiration 不停地去 啟發自己 去增值自己 因為 有些人 就說 我沒有時間看書 或者是 我不喜歡看書 那 好了 你試一下 去 開始看一些短的 小篇 的東西 或者是上網 看一些短的 文章 或者 然後 慢慢去看 甚至乎去看 YouTube 我自己 每一天都看 很多 不同的 YouTube 有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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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啟發性的東西 去不停地提醒自己 因為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人 上低低做我們 構造 其實原始的時代 我們只不過是避開一些危險的東西 避開獅子老虎的追捕 所以我們 正常來說 我們只是看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看到危險的東西 就是 負面的東西 所以 一個人 負面 其實是正常的 但其實我們是要不停地去提醒自己 是要去正常的 我們就是利用一些精油去改變我們的程序 去改變我們的心態 正所謂 修身 齊家 治國 才可以平天下 我們先要去更改 改變自己 才可以建立到我們的 Yungling的團隊 對於這件事 就很重要了 好 另外 就是 最喜歡的一支 就是 Joy Joy 這支油 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 塗進去我的 我的 心裏 心裏 因為 我們 我們開不開心 其實很取決於我們的心 對嗎 我們的心理 都是我們開不開心 當你 是 一個 開心的狀態的時候 其實 你做的事情 都很少是錯 或者是不對 但是 就算錯 你也是 會有 方法去想到 去 正確 去 去 改變 這件事 其實 大家可以 去留意 那 我想 跟大家 分享 其實我本書 都有提及到 心態很重要 因為 有很多時候 我聽到一些 會員 或者 領袖 走過來 就說 很難去 簽 新的人 或者 就是 我的 生活圈子 已經 我的朋友 已經被我 添了 What's next step 但是 當你有個 好的心態的時候 其實你要想 這個 就是 朋友 是不停可以 認識新的 還有 其實 有很多時候 我們沒有留意到的 就是 我們其實 當你 Apply 20 80 rule 的時候 我們的 Sales volume 我們的OGV 只有20% 是 新的會員 OGV 但其實我們大部分 80% 是我們 現有 會員 我們現有的 會員 其實是 憑什麼 去 去 佔據我們的 Sales 呢 其實 當然 是我們的 Frequency 第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 Frequency Of 那個Purchase 就是我們的 ER 我們的Repeated Purchase 每一個月 這一堆 現有的 會員 究竟是不是 在買貨 究竟他們 是不是 有多少是ER 會員 是不是 另外 其實 都很 處決於 我們 如何去 教育 如何去 教育 他們 如何去擁有 因為他們 適用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 日日用 他們日日用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 會很快 用完 他們就會 第二個月 又會再買 這些 這麼棒的精油 當然是 日日用的 是不是 因為我們每一個 好像 維他命一樣 日日去 可能 護膚 或者是 用來洗澡 或者 吃那些保健產品 那些 究竟你的會員 對 Young Living 的產品 有多熟悉呢 然後 然後 帶進去 那個 quantity 的 products frequency 就是 有多密 去買 還有 你每一個月 買的 PV 買的產品 有多少 就是 quantity 的 產品 其實 也是 取決於 那個 member 對那些產品 有多熟悉 究竟 他知道 Young Living 是有精油 還是 他知道 其實除了 Young Living 的精油之外 還有一系列的個人產品 護膚產品 用精油 除了 用來 給自己 家庭的健康之外 其實 情緒的健康 或者是 護膚 甚至是 Young Living 的保健產品 你的會員 又知道多少 你的會員 又對 Young Living 的 Seat to Seal 有多熟悉 為什麼 Seat to Seal 這麼重要 其實就是 去 正正告訴你 一支 外面的 精油 和 Young Living 的 精油 價值 的分別 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 Young Living 的精油 這麼有效 為什麼 Young Living 的精油 是這麼 值得去使用 而不是說 聽完你說 薰衣草 是可以 很舒緩 很幫助到 我們的睡眠 接著 有個會員 你說薰衣草 好 我隨便在街邊的薰衣草 買都行 是不是 但其實不是 為什麼 一定要用 Young Living 的精油 才這麼有效 是因為 Seat to Seal 你要好好解釋 就是這樣 所以這件事 都是取決於 我們的 心態如何 還有 到你去做一些 新會員的 PSK 的一個簡介 的時候 究竟你的心態如何 我每一次做 PSK 的分享會 的時候 我每一次 都是當在座的人 已經是 現有會員 的了 OK 現有的會員 當你這樣說的時候 你是否已經當他們 已經入了會 但相反 如果你當他們 是未入會的 你是很想推介 這套的 PSK 高級油門套裝 你所說的 語氣 的態度 身體語言 其實都在售貨物 很嚇售 接著 別人聽起來 就很不舒服 然後 就不願意去 去買那套精油 但是相反 我自己 去說 那套精油 我去介紹他 怎樣用 因為你已經 買了 你反正都在家裡 有的了 你如果不懂得用 是不是很浪費 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聽我的人 往往 很多時候 他未是會員 的時候 很多時候 他們都會 加入會員 所以呢 如果下次 我有 精油簡介 的時候 你不妨可以 帶他們來 聽聽 那 好了 我也有 一個 影片 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 為什麼 是一個 正確的心態 或者是一個 美麗的狀態 是這麼重要 很重要 我 你不妨可以 你不妨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擁有 我可以 我可以 擁有 那 可能 是不是聽不到 聽不到 就先看字幕 先 你不妨可以 你不妨可以 所以 當我們 生命上 遇到一些困擾 甚至是 困擾 甚至 是 有 有 精油 可以 可以 用 用來 擁香 或者是 當香水 我自己 很喜歡 帶著 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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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大家都可以 嘗 那 跟大家分享 十大 成長 心態的 當你是一個 固定的 心態 如果 你會跟自己 說 我對這個 是不擅長的 很害怕 做不到的時候 不如 你嘗嘗去 轉換 你的想法 就是 啊 其實 我 欠缺了什麼 What am I missing 我可以在哪裡 可以學到 那 如果 當你覺得 一個情況 你是覺得很厲害的時候 那 你怎麼去 想呢 啊 你 或者轉一轉的 心態就是說 啊 我在一個 正確的方向 正在做 事 嗯 那 所以呢 就 因為你用了 我很厲害的時候 你那個 Humility 就不在了 你那個 謙卑 你就會 很多時候 你就會 相反方向 走去一個 錯的 的路 但如果 你很小心 啊 你是留意到的時候 你就會 就是 更加 是 通暢的了 那條路 那 原來 如果 當你開始覺得你想放棄的時候 你 嘗試 提醒自己 去想一下 啊 其實我之前 學過什麼 東西 是可以 去 運用 去 戰勝 那些困難 呢 或者是 啊 我有些什麼 的地方 可以 去找到 去學習到 或者有些什麼 人 是可以拿到 提醒 是不停地想一些 就是 creative ideas 去 去 戰勝 那個困難 那 第四呢 就是 如果你覺得 這件事太難 的時候 你可以嘗試 提醒自己 用一個 這樣的心態 就是覺得 啊 難而已 只不過是 可能需要 多一點的時間 或者多一點的 功夫 去做 不過呢 我會嘗試去 繼續做 那 或者當你 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 啊 我已經做到最好了 我做不到更好的了 那 你呢 就可以 改變一下你自己的心態 就告訴自己 提醒自己 我可以隨時改進的 所以呢 我會很努力 這樣去做的 這件事 那 有很多人就說 啊 我做不到直銷的了 直銷這件事 我做不到的 但是呢 不如你想一下 啊 怎麼可以去學習 或者去訓練我的腦袋 去做直銷呢 是不是 其實直銷呢 很多時候呢 不是 一件 這麼大的 就是 這麼差的 很多的 成功的人士 都是 就是 很出名的人 都是很支持 很支持 直銷的 但是呢 只不過是 那些人的推銷手法 是出了問題 所以呢 在 Young Living 我很希望呢 可以 跟大家用一個 正確的 手法 去分享 Young Living 另外 好了 那你覺得 就是 有時候 覺得自己做錯的時候 那 你嘗試去 提醒自己 這個經驗呢 是幫助我 學習更好 變得更好 那 當你呢 覺得自己 啊 看到別人 哇 我永遠都做不到他 那麼厲害的了 那 那你不如改變一下自己 提醒自己 啊 不如我去想一下 他究竟 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那 然後 慢慢去改變自己 或者 當你呢 想到 你自己覺得 啊 這個已經夠好了 那 那你去 嘗試去提醒自己 我會去想 辦法 就是 啊 這個 是不是真的 我最好的呢 是不是 我已經做到最好 有什麼事情 我可以做得更好呢 那 或者呢 你啊 這個計劃呢 是 失敗了 那但是呢 那 幸好 英文字母 由A to Z 有26個 那代表我還有25個機會 25個方法去做成 去變成 那所以呢 其實呢 當你是有一個成長的心態 你 當你 同一件事呢 你 面對呢 其實是 有 很大的 不同的 outcome 所以呢 我告訴你 心態呢 其實很重要 究竟 這杯水 是一半滿 還是一半空呢 那 很取決於 你自己的心態 其實這件事呢 是沒有變的 變呢 是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的心態 所以呢 我們自己的心態 要拿捏得很厲害 那所以呢 我今天呢 是一個總結 就是總結呢 我今天所 和大家分享的 十支精油 和助理擁有成功心態了 那麼呢 第一支就是 封聖啦 如何去 利用 一個的 就是 law of attraction 是去 改變我們自己 去 去 提升我們自己的 awareness 那其實呢 我本書 賣的關子 就是 有講到 如何去提升自己 用abundance 去提升我們自己的 awareness 那還有呢 跟著第二個呢 就是believe believe 就是要相信自己 要留意自己所說的話 跟自己 跟身邊的人說 C就是change 之後就是transformation 改變自己 D呢 就是dream build or dream 是 如何去設定我們的目標 去將我們的 vision board 放在我們的有想角 是不是 去 將我們的 夢想呢 是事半功倍的 這樣帶出 E for energy It's not about how much time you have 我們不是有多少時間 我們是有多少能量去做那件事 因為現在呢 有很多的 就是 領袖或者是 會員 他經常說 沒有時間做醫藥 沒有時間去分享會 沒有時間去見人 其實時間呢 是我們自己的 如何去安排 和我們自己的能量 是怎樣 跟著呢 就是forgift forgiveness 就是forgive 我們自己 forgive 我們身邊的人 所傷害我們的人 跟著呢 就是gratitude 就是always be grateful 我們呢 去學會呢 是感恩 如果我們呢 有一個習慣呢 是不停地去 去 留意身邊感恩的事呢 其實呢 Law of attraction 就會attract到我們所感恩的東西 那跟著呢 就是h for humility 我們要常傳謙卑的心 我們不要覺得 我們一定要知道所有的東西 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其實可以同期 就是很謙卑地跟別人說 我們不知道 在這裡 跟著呢 就是I I for inspiration inspire 我們不斷去努力學習 不斷去啟發自己 跟著呢 就是joy 我們呢 我們呢 一定要 一定要 我們的 最終目標 其實都是我們要開心 我們是 要令到自己呢 是 always in a beautiful state 是一個 很美麗的狀況 因為在美麗的狀況 才是做得好 做得完整 make a decision make a decision 所以呢 我希望呢 今天呢 你可以決定你的心態 那 那 那 看看我 三本書呢 有很多人在問 究竟是哪裏有得買 那 就可以在 10oilstosuccessfulmindset.com 那裏呢 可以買到這三本 不同的書 那裏呢 那裏呢 其實呢 這本書的版稅呢 是全數呢 是會撥捐 Yung Living Foundation 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那所以呢 那裏呢 那裏呢 這本書呢 是一本 很值得收藏 很值得看 不要只收藏 還有呢 接下來呢 聖誕節呢 是一個 非常之好的聖誕禮物呢 可以呢 送給你身邊的人 那其實呢 關不關 Yung Living 事呢 其實都不一定 好 只是 講Yung Living 在你人生的路 怎樣用這十支的精油呢 是去達成一個 成功的心態 一個正面的心態 希望呢 今天的分享呢 可以幫助到大家 那 那 書裡面呢 有很多 我在Yung Living 上面的分享 的一些小提示 希望可以 幫到大家 可以 就是 幫到大家 一起 是有一個 的 豐盛的人生 一個健康 豐盛 有目標的人生 希望呢 今天可以 為大家 就是 可以 幫助大家 可以 帶給更多的正能量 給大家 那 下次再見啦 拜拜 啊 賣一下廣告先 希望呢 如果你想知道我 更多關於我的故事呢 下個星期四 啊 星期三 十二月十八號 在Yung Living 的辦公室呢 會看到我們 看到我的分享 Rode to Diamond 究竟一個 這麼害怕直銷的人 怎樣 是 走進去 Yung Living 的 直銷的世界呢 而有什麼 就是 動力呢 是 令到我繼續 走這條路呢 那 希望呢 到時可以 十二月十八號 晚上七點到九點 在Yung Living 的辦公室 可以見到大家啦 到時見啦 拜拜